好,大家好,这周的话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牛顿传 当然这个人物大名鼎鼎每个人都知道 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一本书,有五百多页 所以这两周的话也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读这本书 可能他的阅读体验不会像一些现代的商业传记那样那么流畅 那么简单,确实涉及到相当多的这个物理和数学的知识 虽然这个牛顿是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这个科学家 他的理论到现在可能很多都已经变成常识了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要想理解他一生的这个学术的启迪 依旧是需要花一点功夫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比较有耐心的来讲一下牛顿这个人物 对于现代科学,对于我们现代世界所带来的这种启发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因为牛顿的这个天赋实际上都已经不用多说了 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就是 牛顿这位天才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他的童年,他的家庭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牛顿的生平实际上历史久远 三百多年前有很多的资料都已经消失了 虽然这个在历史上给牛顿写传记的人很多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其实都是牛顿的崇拜者 所以他们有意无意的都对牛顿的形象和个人的这个生平做了很多美化 那这本传记的话我们今天读这本传记像是写的相当的客观 那同时他也指出了很多之前牛顿传记当中的错误 或者是浪漫化的一些事实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童年这部分啊 因为是比较客观的还是可以查找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牛顿的家族史上面其实都是非常普通的这个家人 那他们实际上被称为自耕农 虽然他这个在父母这一代的时候 由于历代的这个祖父祖母的辛勤劳动啊 是让家庭家产已经相对比较富足了 但是他们依旧是属于在17世纪英国乡村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父母的话都是文王 考虑到17世纪那个时候可能识字或者是有文化也没有什么必要啊 这个也特别能够理解 1642年的时候牛顿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乌尔索普庄园 但是他父亲在他出生那一年就去世了啊 他家里的话当时的财产456英镑 如果用普通人大概100英镑的这个财产相比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虽然是他妈妈后来独自抚养牛顿到三岁多的时间 那他们家实际上过的这个生活还是比较舒适的 但是在牛顿三岁生日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就改嫁了到16公里以外 他的继父叫斯密斯是一个牧师 有一件非常诡异或者在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事情是 牛顿就被留在了老家托付给他的这个外祖母 那可想而知三岁之前牛顿是跟他母亲在一起啊 那得到了母亲所有的爱啊 虽然那个时候可能是乡村需要很多的时间劳作 但是毕竟他能跟自己母亲在一起 但是三岁之后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自己母亲就要走就要离开自己啊 把他留下来 他可能有 虽然不是很远 他可能有偶尔有一两天跟母亲在一起的 可是对于发生的这一切 我觉得牛顿内心应该是非常愤怒的 他妈妈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是八年之后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而且这件事情让人比较难理解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母亲改嫁的这个他的继父 像当年已经63岁了 所以他母亲还非常年轻 所以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 又改嫁到另外的一个家庭 而且要抛弃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啊 这个这个书里面也有一些分析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 就是当时这个他妈妈的命运 其实不是由自己决定的 可能是由整个家族做到一起 最后他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 那后来母亲再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 是跟牛顿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牛顿没有和他母亲 有非常浓的情感联系 在可记载的一些史诗当中 基本上没有看到他和母亲 有特别多的互动啊信件啊 唯一我们能知道就是 他母亲在即将去世的时候 重病的时候 牛顿又回到了这个庄园 去看望他的母亲啊 那就这段小时候的这个经历 对于牛顿的个性 其实有非常深的影响 包括牛顿为什么是 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位科学家 他的个性都掩藏在他 童年成长的这个密码当中 牛顿在上大学的时候 非常的孤独 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也离群所居 不知道如何去拓展自己的人际圈 他似乎也不需要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温情生活 牛顿的医生未婚 他没有看似非常清晰的感情脉络 有一些的话也显得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让人难以琢磨 牛顿是一个工作狂 他非常勤奋 经常晚上一个人做实验到三四点 而且他吃的很少 有时候可能一天就不吃饭 然后发现自己不吃饭的时候 也是匆匆扒两口 然后又回到实验当中 有一次他在这个实验室就待了六个礼拜 然后他守着那个炉子的时候 他的实在是困难的时候 让助手来 他助手的根本就扛不住 但是牛顿就能完全能坚持下去 牛顿在剑桥做了很长时间的教室 可是他从第二届课开始 他的这个课堂里面就一个学生都没有 那牛顿选择做什么呢 他就选择对着教室空荡荡的教室讲课 他原先设计的是三十分钟课堂 后来的话他就把它减少为十五分钟 就是讲他的数学公式 对物理的理解 甚至是万有引力这些 没有人听 他坚持一直讲 之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做这件事情 在这些个性当中 大家看到了牛顿的整个让人难以理解 琢磨的这些部分 我觉得这些部分其实都有深深的烙印 包括牛顿对于女性的理解 他和女性一直不是特别亲密 在他老年的时候 他的母亲后来改嫁之后 有一个同母异父的一个妹妹 然后的孩子 就外孙女吧 然后跟他相对是比较亲密的凯瑟琳 和他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也获得了短暂的这个家族之间的这种亲情 除此之外的话 他几乎很少跟人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科学 当然由此在另外一种层面的话 也就带来了一个忘我的科学主义者 或者人类的历史 因为牛顿这一块踏脚石而往前串了一步 所以如果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天才是怎么来的 大家看到这个牛顿的童年的时候 你特别的感觉是 我们在这个伟大师不能规划的这篇文章当中 讲到一个观点叫净化 实际上是一种搜索 就是像牛奶倒在房间一样 他会去探寻每一个角落 他就会往下流 那牛顿的话 就是我们人类抵达的一个角落 但是这个角落呢 它更不像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天才 就牛顿的这个成长 牛顿后面所引发的科学的大爆炸 实际上好像有一点像基因变异 可是基因变异 并不是每一个变异都能产生牛顿 牛顿只不过是一个意外之喜 所以因为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天才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答案可能是天才就是被意外的变异出来的 他可能很难被创造 最后发现在不同的这个案例当中去找答案 最后的答案是 你很难去培养一个天才 对吧 你很难创造出一个天才 你只能天才到来的时候 然后你只能默默的观察 默默的观看他 毫无疑问牛顿的这个学术能力是非常好 但是他在中学的时候 像他的学术能力一般 据说他当时在中学的时候 跟一个小霸王 一个霸凌他的人打架 后来他不服气 说他一定要把学习学到比他更好 所以后来就从此成绩就名列前茅 12岁的时候 他到光中学就读 在中间的时候呢 他妈妈突然间想让他回老家 做一名农夫特别奇怪 然后牛顿那个时候也很听话 就顺从了他母亲的这个意思 但是他非常不擅长于这些乡间的农事 然后总是丢三纳四 你想一想他做实验的时候有多严谨 当然这些简单的事情 他就完全是守足无措 后来他妈妈也最终发现了 这样不会让他的孩子开心 所以在他熟人的这个亲友的这个 劝梭之下 又让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去读书 所以牛顿中学毕业的时候 已经是18岁了 他在19岁的时候 到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去读书 那当然现在大家一听 这个剑桥大学是如日中天世界名教 可是当年的这个剑桥大学 跟现在可不一样 当年的剑桥大学有很多 可能大家无法理解的地方 17世纪60年的剑桥大学 是一个落后危险的地方 当时这个剑桥小镇一共有8000人 其中有3000人都是学生 那这个3000个学生和当地的这些居民 就有非常多的冲突 因为当地的居民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可能就是靠偶尔打劫洗劫一下这些学生 有很多学生其实都是来自于 比较富裕的家庭 当时牛津的话分为两种学生 第一个叫特权学生 第二个的话就是减费生 所以就是没钱上学的和有自己花钱上学的 自己花钱上学就包括那些 比如成绩很好的 公费生 全自费的贵族子弟和富桑的子弟 但没有学费的 像牛津就是准减费生 就属于在学校当中地位最低的那一层 那个时候减费生是要给这些特权学生服务 就做他们的仆人 比如说 清洗马桶 或者给他们别床单这种 这个对牛津的个性来说应该是非常难忍受的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太多的证据 说牛津在那个时候 到底有什么样的和有什么样的冲突 是因为减费生的话要跟一位研究员一起工作 那牛津当时跟随一位研究员 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剑桥大学 可见他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这个而获得了比较多的自由 当时这个剑桥大学这个非常非常乱 有一个这个这个描述是这样的 这本书当中写这个剑桥大学的样子 到大雨过后 这个著名的大学城泥宁的街道 更叫青道夫受不了 那些街道极其狭窄 这一点在两轮独轮车相会时更显露无遗 即使在最宽敞的地段汇车 也足以令整条街道拥堵 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挪出空气 让行人通过 尤其是无法忍受的是一些这个安全抢劫的这个事件 其中有一个学生给他的这个父母写信 给他妈妈写信 写了这么以下这么一段 他说我们这里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就是抢劫案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 我听说在两三天前 附近就发生六七级抢劫 还造成了两三人被杀 就在上一个安息日 仅在城里两公里以外 一个男人的头就遭到重击 最近住在彼得宾馆内的一位学者的两个耳朵 都被强盗割掉了 我听起来真的太恐怖了 那牛顿在建交大学实际上是过着相对孤独 独群所居的这种生活 他这个书当中是这么写的 他说他除了上课都是极其孤单的一个人呆着 既寂寞又彷徨 他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他很想进去体会 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那所以牛顿把大部分的时间 就全部拿出来腾出来给他的学术 和科学的这个思考 牛顿在建交大学的这个成功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他速度非常非常快 实际上牛顿在1661年入学 他在1665年四年之后 就取得了建交大学的学术学位 在这期间的话 他回到了他的老家去躲避伦敦的瘟疫 那期间在他老家就发展出微积分 平方反比例这些重要的发明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才22周岁或者23虚岁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 他已经慢慢的形成了重力的观念 我们经常说他回到老家的时候 在他老家的一个苹果树下面坐着的时候 因为一个苹果掉落在他的这个头上 然后让他想起了 然后他就突然间灵感闪现 最后引发了这个万有引力 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解 因为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万有引力 还没有完全成型 最多我们说他回到老家的这段时间 对于这个微积分的这个概念上行政的比较完备了 然后他在1668年 就是他25岁25周岁的时候 他就取得硕士 然后就做研究员 研究员当时在剑桥大学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个时候他就随手就写了一篇论文 叫无限极数的这个分析 但是他却不着急发表 那不知道这个牛顿的这个个性来自于哪里 他写了很多论文 他的论文很多都要留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他故意不发表 别人让他发表 催着他发表他也不发表 在26周岁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座的教授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这个荣誉 那牛顿在年轻的时候 实际上非常痴迷的是炼金实验 这个炼金呢实际上这本书当中做了一个解释 所谓的炼金实际上跟中国古代的炼丹非常像 他们的目的啊 第一个是要创造出黄金 这个创造黄金不是用金矿炼黄金 而是要把其他的 比如说铁啊铜啊 点石成金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的话 在东方的一些这个炼金 炼金式的这个目的当中 最主要是要炼出长生不老的这个药品 那牛顿的最主要更多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其他的要素变成这个黄金 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来自于这个物质的这个收益啊 的伎量 但是可能对于牛顿来说 更多的是他是想知道物质和物质间的转化 尤其在炼金术当中他学会了真正的去区分化学要素 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实验和活动 第一个是他不受当局的认可 像炼金术在当时被称为巫术 那所有的主流社会所以都不认可 所以这个牛顿的话对他炼金的这个爱好 长期以来都保持秘密不让任何人知道 那当时他有一个室友 这个室友跟他一起做这个室友20年的时间 实际上也是他的这个实验的助手 那他们一起把很多的设备运到他的这个宿舍当中 然后后面的我们人在化验牛顿的这个头发当中 发现他的这个水银的含量高出常人的50倍 可能跟他长期以来的这个炼丹 或者炼金实验是有关系的 这个也特别容易理解 但是在整个几十年当中 对于炼金的这个强烈的热情当中 牛顿对于这个化学也开始逐渐的精通起来 那在1970 1670年的时候 他就在炼金术这个实验当中 成功的做出了一种非常稀有的 非常难做出来的轩辕14T的这么一种物质 在167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他28岁 他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这个能力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反射式的天文望远镜 这个基础当然是他长期对于光的这种观察 然后送到了这个皇家学会 光家学会的秘书长 亲自研究了这个望远镜 发现他比其他他看到的所有的望远镜都更加精致 而且效率更强 后来的话又送给国王看 然后还找了很多人希望去复制他 可是没有任何人能把这个望远镜再做出来 这个望远镜竟然是牛顿一个人自己亲自动手做的 没有找任何的工匠就连这些镜片的打磨 包括整个望远镜的这些机械装置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 可见牛顿的动手能力也相当强 他就因为这个望远镜提名为皇家学会 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的候选人 这个时候他只有28岁 在30岁的时候他就正式当选 然后他发表了论文光与颜色的心理论 然后这个时候30岁的时候 牛顿的这个学术能力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认可 这是他的整个学术的道路 虽然这个牛顿真正在发表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时候 是在他42岁的时候一共550页 这个奠定了他在全世界的这个科学权威的这个基础 但是牛顿在30多岁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充分展现了他学术的天赋和能力了 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这个是关于牛顿早期就是这个天才 到底怎么来的 童年怎么来的 他的求学道路 他的学术的发展道路的这个过程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特别想讲一下牛顿对世界的贡献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牛顿到底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这是300多年前的一个人物了 那今天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获得更远一些的视角 要理解牛顿对世界的贡献 我觉得第一个要理解叫垫脚石这个概念 是吧就人类的发展到现在相当多的技术 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无法理解了 一个普通人只能用电脑 其实他对于电脑当中如何处理这个数据 0101什么二进制这些 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了 也无法理解现在的为什么 GPG之间这个运行的规律 你为什么可以跟他聊天 他的这个智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以前我们还在争论说 机器能不能形成智慧 可是现在你有时候跟一个机器人聊天 你并不知道是一个机器人 这个就已经其实他已经通过了智力测试了 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 我觉得可能再过一百年 人类都不会再想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智慧超过你 可能有一些在部分的层面 他在很多领域和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人类 那这个人类抵达现在的这个阶段 就对普通人生活的改变 那最早一步一步 如果再往前追溯个三四百年 那实际上类似于就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垫脚石 就是牛顿的贡献到底多大 它是垫脚石 那这个垫脚石的意义 就为什么人们为牛顿的这个发明所惊叹呢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知道 牛顿之前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在科学之前的这个时代啊 首先柏拉图 柏拉图那个时期就是绝对反对实验 他公开表示自己不喜欢实验 所以在科学时代之前 人们对于实验 对于数据的这种尊重几乎为零 而且在主流世界 是不承认科学实验所带来的结论的 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认为这个世界上啊 我们称为叫四元素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 都是由这四种元素 这个形成的啊 然后亚里士多德特别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认为世界上是火水土和气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 其实那个时候德莫克利克 德莫克利克他已经提出了这个原子论 但因为那个时候的科学技术有限 无法观测 而且由于亚里士多德占据着古希腊传统哲学的主流 所以其他所有的科学观点都得不到探索 所以整个人类都处于长期的蒙蔽 或者是误入歧途的这个阶段啊 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科学方法 最喜欢用的是三段论啊 就是所有的大象都是动物 所有的动物都是生物 所以所有的大象都是生物 就类似于啊 所有人都会死 因为你是人 所以你会死 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推断 那他亚里士多德 他推断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原子 不同的原子之说 就是他说 如果原子论是真的话 那么物质的本性就都是重的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往上飞 没有任何东西会往下降 对吧 所以他说这种原 他说这个元素论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现在再来看 他这个推论 觉得是多么的匪夷所思 对吧 但在那个时候的话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的影响力太大 以至于后面几百年的时间 我们称为黑暗时代 都脱离不了他的影响啊 黑暗时代其实 嗯没有一个特别精确的时间 说黑暗时代什么时候结束 但是在那个时代 人们已经不再追求纯粹的知识 不再信任任何超越神学的学问 大部分人类文明都投入了这种史称黑暗时代 然后 呃 虽然我们现在还非常崇拜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本主义观点啊 但是那个时候 呃 他们认为说 一定有一个掌握人类利益的最高存在啊 就是就是神控制着万物 这个观点就是这种宗教主义 对于科学带来了长期的蒙蔽 使得科学无法突破 呃 天文学也是一样的 我们对于宇宙的认知也非常的局限 非常有限 呃 虽然伽利略 其实上他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是错误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呃 恐惧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学术的权威 伽利略的这种学说得到的传播也非常有限 但是他后面再鼓励了另一代哲学家 那迪卡尔 迪卡尔发明了直角坐标还有二元论 就是一个人有身体同时有精神有有灵魂 呃 后来的话 迪卡尔在慢慢的启迪下一代的哲学家 比如培根 培根这个时候就非常明确的提出科学方法论 要实验和归纳总结的方式 去总结出一个观点 呃 呃在天文学上天文学上的原先一些以宗教为主的这个观点慢慢得到了更新 大家知道在托勒密为了迎合这个宗教主义说地球是世界的宇宙的中心 所以就根据他自己他其实能够观察出比如说月亮是围绕着地球转的对吧 但是其他的很多行星并不是围绕地球转的 他们已经能够计算出这些绕行的轨道 但是呢为了迎合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观点 他们做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地心系统 实际上这些知识互相矛盾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 哥白尼实际上已经完全明白了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 可是他把自己的观点隐藏了30年 在他死的时候发表的时候 在他的著作当中把他自己观点弄得极其隐晦和神秘 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了 最后直到开普勒的时候才公布了三大定律 但是开普勒也遭到了相当悲惨的命运 比如说他的母亲被 因为那个时候猎女巫的行动是非常流行的 他母亲在另外一个城市被人抓起来 关到牢房里关了一年 受了多次酷刑之后才被释放 但是开普勒的三大定律实际上已经把天文学当中的一些运行的规律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第一个规律就是所有的行星都是以太阳为中心 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然后第二个讲说 如果太阳的中心与任意行星的中心以直线连接 在该行星运营单位时间之内 然后此线扫过轨道之内的面积是相等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讲行星和太阳间的距离 以行星绕太阳一周所需要的时间的这个数字关系 这个是在科学主义之前 长期的就是黑暗时代所所科学所走过的这个道路 我们要知道这一段时间是因为即使在牛顿出生和他成长的岁月 宗教对于科学的影响都是极大的 包括牛顿自己对于宗教的这种皈依和信仰也是非常深的 虽然他不曾公布自己的这个信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清教徒 但是牛顿对于宗教的这种皈依是非常强烈 非常明显也容易很容易找到非常多的证据 所以在这种宗教的巨大的影响之下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尤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难理解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non-religion 就是我们是无神论者 有点像就是在中国文化之下 你要跳脱自己的文化去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道德体系 比如说这个婚姻是现代人类 现代社会吧 普遍所认同的一种价值观 那一个人突然要跳脱出来提出一套新的这个价值观 比如说孝顺对吧 或者是集体主义 你要跳脱出来是非常难的 在日本的话 如果一个人要变得非常特立独行 这些压力都非常大的 如果你们再回到三四百年前的这个科学主义 还不是很发达的这个时期 牛顿一个人要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勾勒出他对于科学 对于世界的理解 我觉得这是需要相当大的这个勇气 所以要提到前面这一段时间 就是要知道牛顿对于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 牛顿对于世界的主要贡献有三个 第一个是经典力学 他有三大运动定律 然后他描述了物体的运动状态 受力情况的关系 第二个是万有引力 对吧 虽然他没有解释这个引力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 现在的可能量子物理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 还是依旧在猜测的过程当中 然后第三个是微积分的发展 微积分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大学数学 或者高中数学的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在三四百年前 有一个完全没有这个学科的人 把它创造出来 可见他的这个智力上的这个强烈的这种power啊 这种能力 然后第四个是光学理论 比如说这个牛顿知道白色的一道光 到底是有什么不同颜色 然后他提出光像一种粒子 最早的时候其实比较接近科学的是 认为光里面是有一种叫以太的物质 因为光怎么它能传播 对吧 它为什么会有速度 为什么它能穿透某一些物质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牛顿实际上提出了光的例子说 这四个就相当相当的艰巨了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就普通人在看这期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这跟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用它其中的一小段 来解释一下牛顿的 就是牛顿的 他发明的这个原理 以及他的整个四个最主要的这个学科的贡献 对我们现在现代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书的296页 我给大家念一段 他说牛顿的原理 不仅整合了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理论 成为单一的内聚的 用数学表达的 用实验支持的整套整套理论 同时也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牛顿除了解决了潮汐如何产生 然后彗星如何滑越天空 种种困惑人类的古老的问题 同时还引入了新的观念 比如说解释 地球自转时的摇晃或者碎叉 是因为地球上各点不同的重力强度 还好原理为力学和动力学研究奠定的基础 在其后的一个世界内 引发了持久且真实的人类文明演变 如果没有这样的了解 大自然的各种力就不会获得利用 而这正是工业革命的成就 它将人类从黑暗中 对大自然的奇想中 拉到了科学时代 拉向操控宇宙之力的时代 所以这本书当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 在讲牛顿的科学发明 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 要特别留意的其中的这一段 就296页的这一小段文字 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走到现在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我经常感叹在我身边的人 其实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有他的成就 他不懂 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知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无知 就你不知道谁曾经帮助过你 谁对你有恩 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原谅的 虽然我们无法创造出像牛顿一样的科学定理 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在人类进化的历史当中 这一块垫脚石曾经帮助了我们 否则的话人类还依旧处在完全用人力 去推动整个世界改变的这个进程 有些时候我会想啊 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突然来一个外星来客 他们绝对不是坐着一个靠石油驱动的 这个动力火箭 他一定不是 他肯定是通过某种其他的这种物质 或者是人类现在无法理解的智慧 那人类怎么去抵达那种更高层次的 至今还没有发现的这个智慧呢 我觉得就是依靠像牛顿这样的 人类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往前走往前走 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到今天啊 在我们现在看来 我们已经足够珍惜现在舒适的工业文明以后的 这种生活了 因为我们有电对吧 有电脑会有一些甚至未来20年 可能AI就完全兴起 人类大部分非常枯燥重复的 带来苦难的体力劳动 包括一些枯燥重复的脑力劳动 都已经不去不再成为问题了 可能真正如何创造 如何找到自己的热情 其实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这个命题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是谁带到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觉得就类似于像牛顿这样的 这里面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一定要知道人类从愚昧时期走到今天 是因为科学主义 所以科学主义就意味着 如果你要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 做一个朝前走的人 不是倒退走的人 你就该尊重科学主义 已经过去三四百年了 这个道理已经足够清楚了 比如说最近 大家会觉得说你讲这些 我都理解 科学主义 我也尊重科学主义 但我觉得不是 其中比如说在今天的时候 我还在一个论坛上 看到有人去问雪球的创始人 他说什么叫天人合一 其实我们经常讲什么天道 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概念 然后雪球的创始人就回答了一个版本 我给大家读一下 你看看这里面包含什么样的道理 觉得非常精巧 读非常准确的一个回答 他说我说说知行合一的理解 其实他应该问的是叫天人合一 我说说对天人合一的理解 首先一个大前提是没有天理 只有人理 所有的理都是人对于事物运行规律的理解 比如基于观测实验统计 这大概就是格物得出的数学物理公式 基于人与人共识制定的社会规则 比如道德法律 在这个前提之下 人才应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发现很多人他不是 很多人特别喜欢去相信一些古人 特别模糊的观点 尤其是推理的观点 哲学观点 天人合一是很多人喜欢去琢磨和钻研的 但是人不爱看牛顿 就是你为什么不相信科学呢 你为什么不相信基于观测实验统计出来的东西呢 三百多年前人类的变化从黑暗时代当中 振脱出来出现光明的原因 就是像牛顿这样的人理解了历史怎么发生的 对不对 重力 为什么存在重力 然后天体运行的这个轨道 地球处于哪个位置 为什么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这并不妨碍你信仰上帝 对吧 那是你的信仰 然后牛顿也信仰上帝 而且对上帝的信仰非常强 但是你一定要去追求客观的事实 而且不要抱着一些特别抽象的 难以解释的观点 觉得说世界是很神秘的 世界神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 要相信愚昧明白 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 所以这个方山文他就技术说 他说第一不能迷信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主体 包括牛顿当时对于光的这个理解 到后来慢慢的都要被打破 无论是上帝佛祖还是古圣先贤 都是老祖宗 没有绝对的正确的真理 所以你不能去信两千多年前的老子 给你讲的一句话来判断你当下的生活 他的 我觉得古代的哲学的生活 是对于人性的理解 就是人的痛苦 人的那些迷惑是不变的 要招文道西子可以 这个是很很有观察观察的这个准确度的 但是他并不能帮你做当下的判断 对吧 你到底要住在哪个城市 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还是要通过你自己去理解 然后第二 他说要保持谦逊 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 所以理业比较有限 比如观测实验 有特定的环境 操作这个环境可能就不正确了 统计有特定的口径和样本 改一个口径换一下 理解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我们很多实验 比如说经常会证明散步的人活的时间更长 但是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些人心情更好 所以他经常去散步 心情好的人所以活得更长 所以对数据的很多理解 我们也要心存怀疑 我们不能觉得 就是所有的事实 一旦得出之后就永远不可能改变了 保持这样的态度 可能你得到更多 方三文给了一个特别好的提醒 他说没有天理是不是很可怕 恰恰相反 如果你遇上一个人说自己掌握了真理 就知道天理 那他要么是一个无知的妄人 要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骗子 要不是一个欺世道明的神棍 你离他越远越好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永远的正义天理 或者是不存在牛顿的 牛顿的对于世界的贡献 就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的贡献 是首先要理解 在他之前有一个非常长期的黑暗时期 第二个要理解 他在黑暗时期当中挣脱出来的工具 他使用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要观察这三四百年 牛顿对于人类所带来的改变 工业革命为什么重要 否则人类一定还是处在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劳动当中 然后再来想 我们自己的生命应该投射到什么地方去 我觉得这是第二部分 对我非常大的启发 包括我联系 我在去看那些 真正有科学和知识素养的人 基本上都能得出大概同样的结论 我知道一本传记 应该是传记五百多页 不容易读 所以你有可能是你在读他的童年 你想解释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产生的 你有可能不断的深入到这个科学原理当中 或者是在人类的这个愚昧和科学的起伏当中 去去去钻研 但是你总会在某一个时刻 突然会得到一些启发 就哦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 这本书我觉得第三点啊 第一点是讲他童年 第二点讲他的这个科学对于世界的启发 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启发 就是牛顿的矛盾的个性 他这种复杂的人格 有相当多的这种细节啊 我就点几个 然后有时间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首先牛顿是有巨大的天赋 我刚才提到在1671年的话 他自己制作了一个反射式天文望远镜 包括在书当中还记住着他解决数学的一些难题 很有意思的是 他没有非常正规的数学教育 他完全都是自己研究 包括化学包括光学全都自己钻研 他成为教授之前 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去读研究生读博士 我觉得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这是一个极强天赋的 我以前其实很怀疑天赋的存在 但是在牛顿的身上 我真的是觉得有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有一些变异 他的大脑的工作的原理或者工作的能力就是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但是在牛顿身上除了天赋之外 你会看到这种理性主义和宗教情怀的结合 特别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矛盾的 但是转念一想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可能也能容忍这种矛盾的东西存在 这里面讲到牛顿对于这个信仰的这种忠实 在200页的时候他这么写的 牛顿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 由于渴望上帝更大的荣耀 他反而陷入了混沌异端的炼金树的泥潭 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在那儿重新发现自然的秘密 对于宗教的狂热是他的主要动力之一 牛顿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 致死全心信任神的指引 1664年的时候 他在笔记本上面写了这样的感想 他说神是渗透万物的精灵 绝不是物体运动的障碍 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他 他也不会阻挡任何事物 你看就他相信一个无法描述的神 可是他又用科学去解释 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事物 而且还真的用实验不断的去证明 这个看起来是一种很矛盾的思维方式 可是在牛顿身上就能够融合一体 还有很多矛盾 其他矛盾的事情 牛顿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 肯定的 他追求知识 对于真相的探索 这个是非常打动人的 但是牛顿身上有没有对于世俗的追求 牛顿在剑桥上有30年的时间 都过着离群索迹 非常孤独的生活 很多时候他都不回复外界的邮件 他一个人做实验 能做到深夜 也没有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 他似乎不可求这个世界的一些世俗的东西 当然牛顿在56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脱离了 54岁的时候慢慢的脱离了学术这个领域了 因为他在43岁的时候做了一年国会议员 46岁的时候 然后那一年的话他体会到了这种权力和参与社会的感觉 而在剑桥刚读书的时候 牛顿还做了一件事情是放贷 听起来是不是也挺奇怪 他把钱借给他的同学收非常合理的利息 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能给他带来很好的收入 牛顿其实非常喜欢钱 而且极其爱护自己的名声 他对于破坏自己名声的人是压制必报 然后任何人比如在微积分的话 如果有人不承认他是首先发明微积分 那么他对于对手的攻击是不遗余力的 甚至用他掌控的皇家学会去发表声明 声称自己是微积分的唯一的创造者 所以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世俗的追求 他对于权力也非常渴求 然后他在56岁的时候 去接手了一个工作 就是英国的皇家造弊厂 他当时接手这个工作的时候 很强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造假币 所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 自己亲自去酒吧 去各种场所搜罗各种证据 把很多人告上法庭 那个时候其实要把人告上法庭是很难的 他在1699年2月的时候执行了实名罪犯的死刑 其中还有一个是国王的法律顾问 第一次告他的时候 由于他有高层关系就被放了 然后牛顿对此支支不倦 然后第二次终于把他告到判处死刑 就牛顿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看成他是一贯的严谨和追求极致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除了学术之外 其实他也保持对于世俗的这个巨大的热情 然后第三是牛顿把大量的时间投入科学发明 但是他对于炼金术的热情也保持整个持续一生 就是在牛顿这些非常矛盾的个性身上 其实你看到了一种 你可以称为是复杂的人格或者是完整的人格 他有助于帮我们去理解人 有些时候我们对人是特别容易简化 他是一个好父亲 他是一个好商人 他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坏人 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去观察人 你在一些好父亲身上 好商人身上 可以看到更加复杂完整的人性 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小的插曲 比如说Avenger 就是复仇者联盟当中 你发现超人要合作是非常难的 对吧 他们都有各自的小心思 理解牛顿 当然需要一本非常完整的自传 或者是寄出的非常详细的这个自传 然后在牛顿晚年的时候呢 他这个和他的这个外孙女凯斯林在一起 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生活的时候 你又看到了牛顿那种非常亲和的一面 然后他非常接纳自己这个亲戚 虽然他对于母亲后面带回来几个孩子的感情并不深 但是这隔代的这个亲戚 又让他得到了一些亲情之间的这种温情 所以在牛顿身上 其实我们既看到了科学巨强的一面 同时又看到了符合正常人性的很多方方面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看 比如牛顿对于金钱的这种兴趣很有意思 他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借人钱 很多一看就是骗子反复的问他借钱 他都向他这个给予援手出于援手 然后很多人也经常喜欢说牛顿投资失败的故事 就是他在南海公司的这个股价很高的时候呢 买了他的股票结果损失了两万英镑 以此来证明聪明的人也不一定在投资身上成功 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大的误解 因为就牛顿的个性 他几乎我觉得有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心资 都没有花在投资身上 他对于钱的态度在早期的时候非常看重 可是在晚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放纵 所以经常撒钱 我觉得这个投资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种 一个冲动或者是某一个非常不为人知的因素 就投出去了根本不能证明 所以一个人投资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永远也不能否认牛顿的知识 智力和天赋的这种存在 那现代投资已经远远和三四百年前完全不一样 但是牛顿的就是他的这种非常复杂的个性 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你就会发现原来人和人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多相通之处 这个有助于让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孩子 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考试 有一次作弊 他就给我打了大概一个小时的电话 他说他完全不能接受自己孩子作弊 他说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 他的人生观都已经崩塌了 他觉得自己孩子要完蛋了 然后我劝了他很长的时间 孩子有一次作弊 这个非常正常 这个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和你的同事相处 有些时候你发现一个你非常敬重的同事 他突然做了一件傻事 让你的整个系统都崩塌了 从此你会觉得对人性发生怀疑 但如果你多看一些这样的自传 你就会发现人是很复杂的 永远不要去美化任何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 人性存在人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平衡 非常综合的要素 这样的话有助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做出很多非常理智的决定 当然每一个人读自传 他的重心都不一样 我特别建议是大家花一点时间 去了解牛顿的整个科学实验的整个过程 这部分在我们今天讲座当中展开的不多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去了解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童年求学的过程 以及他和人相处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自传当中 落比也非常非常多 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自传当中的收获都不同 都有各自的收获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牛顿传 推荐给大家读一读看 谢谢大家